字幕志愿者 王陈宇 歡迎收看, 精神看 時 斯 今天這麼熱鬧, 什麼事? 今天是少數數據文化體驗日 原來是這樣 那這個舞蹈幹嘛拍照? 這個活動是為了加深香港人對少數族裔的認識而舉辦的 那有什麼人會參加? 香港少數族裔是指一些居住在香港的非華裔人士 根據2016年人口統計結果 香港大約有59萬人報稱為非華裔人士 佔全港人口的6% 其中印尼、菲律賓、歐洲的少數族裔就佔了當中的70% 而且大部份的香港少數族裔都是社會的基層 哇!他們的名字真是很精彩啊! 我看來他們在香港應該生活得很開心啊 唉!你有所不知啦! 其實你只是看到他們開心那面而已 他們剛剛來香港公司都有很多東西不太適應的 蛤?是嗎? 那我叫Momot Faisal 我沒有中文名的,不過老師幫我改了 就叫阿輝 我是巴基斯坦出生 那我四歲才來香港 因為我讀書那時候我們沒有中文學的 很少學生會選中文 我們就會選烏刀語 我中四的時候學中文 都是primey level的中文 如果那些人是不懂得溝通 就很難跟那些地方溝通 我們巴基斯坦多數都是 我們會說是伊斯蘭教 我們是穆斯林 我們吃東西那邊 我們不可以吃豬肉 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吃飲 還有吃那些肉 即是雞肉、羊肉、牛肉 那些要清真才可以吃 那我們出去吃東西 我們就有很少餐廳 我們可以吃 喂喂 你知不知道他們在香港生活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當然知道 賺食嘛 他們又不能吃豬肉 又不能喝酒 不可以喝酒 不如你們就 你說這些我全部都知道 不過他們真正最大的困難是 賺食 他們第一個問題會是 你知不知道廣中文 或者寫或者看 如果不行 他們就不請 很難 香港的失業率 現在是很低的 一般來說 人人有工做 2% 3%左右 但是少數族裔的失業率 是去到25%的 哎呀沒有工做 那麼去勞工處那裡 有份這樣的工 你自己打電話去 說到最後 他就說我其實是巴基斯坦人 立刻這樣電話 有幾個朋友都說 香港很難生活 因為他們說 這個工作 那些時間是很長 還有人工很少 不過那些東西很貴 對了 你有沒有想過移民啊 當然有 以我知識 去哪裡都沒有難度 那你知不知道 去到一個新環境 有什麼權利和義務 請問那個 思考思考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找誰幫你啊 就說吧 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不如讓我找人告訴你 是的 社區中心都做了很多事情 幫我們南馬那些人 找到一個人 誰能幫助我們 翻證 所有東西 因為以前 社區中心都做了三年 那我都看到很多個案 很多南馬婦女 會來我們的中心 會問 即 even 田方那些 她們都聽不到 她們都會來 叫我們幫忙 翻譯 幫我們田方那些 都要我們幫忙 如果可能她在溝通上 譬如去讀書那裡 她要學中文可能有困難 其實現在都有些政策給她們 還有民政事務總署 亦都是有一些支援服務中心 提供服務給少女最容易的人士 我們希望這些措施可以幫助到她們 在香港和其他人一樣 有一個平等的機會 去得到公共服務 很多南馬那些人是不知道的 因為她們出的那些scheme 是用一些 或者電視才會 給她們知道 有這些scheme 我們那些人 會很少看那些 Chinese TV 或者會看新聞 會很少的 所以會長了 不然我們就會做這些 如果不可能 對於香港的 很多濃烈的靈犀 會不會出現 離開 戻離開 他們會別人 跟他們正在一起 和他的日常 他們不會很進予 想範養 新的友誼 像一些人 或者一些別人 所以這也是一方面 如果你外出,你可以找到朋友,你可以認識別人 如果你不外出,你甚麼都學不到 其實,如果我們想要一個公平和擁王的社會 就只要大家多些包容和主眾就可以了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